現在就來玩玩這個3D Studio 你按下紅色這個Create Now 按下去 他就會告訴你 你有幾種方式可以來做 來你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123455種 5種方法 我們先從第1種開始 第1種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給你一個64mm就6.4公分的立方體 你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那個筆記型電腦的喇叭是壞掉的 有嗎 如果壞掉的你今天可以先回家 因為等一下你會很無聊 好不好 因為這個 網站很好玩 不同工具有不同的聲音 你要去感受一下 因為這個是很療癒的 好那你先看一下你進來的時候呢 我剛剛講的他是64公分6.4公分 如果你有需要客製化 比如說我要更大或更小的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Customize 有沒有 這個地方 你可以自己客製化 那我現在就先用預設的 我就按OK 好 這樣就進來了 你進來之後呢 他的界面很簡單 首先你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 這裡 這裡有工具 好那工具你點了這個之後裡面還有其他的 旁邊這三個是這個工具的選項 好就你點到哪一個工具他裡面會有一些選項 好第二個你看到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大小的 就是你的那個 垂直的大小 我們3D 很特別的是什麼 平常我們都說3D列印這種叫做加法製造 對不對 3D列印就有做減法製造的 不是 3D 你只要會像雕刻石頭一樣敲敲敲就會成功了 所以你知道我做這些很努力認真的慢慢敲吧 好然後再來呢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右手邊 右手邊這邊是跟什麼檔案的操作有關係的 右手邊這裡 好 復原在這裡 儲存檔案開期檔案匯出在這邊 這樣了解就這樣而已 所以他的界面其實很單純 你有沒有變中文老實講是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那麼 右手邊還有下面 各有 兩條跟一條對不對 這個就是S軸Y軸Z軸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下這個功能 因為這個功能其實是很好用的 好 來那我們先看看 這個工具我先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有沒有發現他工具就 大概有這些 那首先呢第一個你看一下 我們這裡所看到的 1 3 5 是屬於破壞工具 有沒有人有玩過那個叫做 麥塊 麥塊 有嗎 沒玩過那沒關係 因為他跟他一樣 我等一下給你看一下我開兒童辦的時候小朋友做的 辦理 這個是破壞工具 然後2跟4叫做建設工具 你了解 所以我們先試一下 你看我先用 這個 這個 那因為他是這個 所以 各位有聽到聲音嗎 有 所以我剛跟妳講的 Notebook的電腦那個喇叭壞掉的就 就不要 完了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很療癒 來這個時候你滑鼠左右鍵就可以派上用場 滑鼠左鍵拖曳一下有沒有是選擇 對不對 那現在呢我想要把他平移一下怎麼辦 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可以平移 按滑鼠的右邊 所以 你敲一下 我跟你講 光這樣敲一下 大人就很療癒了 工作壓力太大有沒有 回家慢慢敲 如果你覺得敲一個不夠怎麼辦 不用那麼麻煩看上面 我們上面不是有這個嗎 我說工具旁邊不是有選項嗎 你按這個 第二個 剛剛這個是不是一次敲一個 第二個就是敲連續的 來 按滑鼠右邊是平移 你看喔 這裡敲一個 你移動滑鼠有沒有連著 我沒有按喔 我只是移動滑鼠喔 這樣有比較快嗎 這樣有齁 你就敲一下 他就會連著敲 那如果你不要了呢 按一下滑鼠左邊 有沒有取消了 因為有時候你不要連續的嘛 我只是要再敲一個的 你就用 剛剛講的這個 你只要敲過一次 他就會怎麼樣 自動延伸 敲一次 有沒有就自動延伸 你只要移動滑鼠就好了 敲一下 好 這是第一個工具囉 那我換一下 第三個工具 剛剛一次敲一個 這是一次敲一排 來 一次敲一排 這樣 有沒有一次敲一排 來 這裡 因為我現在用到第二個有沒有 所以他要連續我先換回來 敲 敲 敲 這樣有沒有敲開了 對不對 看清楚 這樣有沒有 嘿 這是一次敲一排的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過癮 找第五個 這樣有沒有比較療癒一點 因為他一次把整個破壞掉 不過有個前提喔 我給你看一下 我剛剛在敲的時候 我沒有把上跟下都分開了 如果你沒有分開會怎麼樣 怎樣 對 整顆都掉了 這樣了解 所以我剛剛有把 他分開的目的就讓你看一下 我這樣因為上下已經變成兩個物件了 所以我一敲就整個都破掉 如果你在敲你應該知道 該要回去 拼貼一下 有沒有 Mark一下 這樣會不會用的 那有破壞就有建設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二跟四是建設工具嘛 所以如果你需要建設就是把 那個 磚塊是不是要拿出來 那麼你要拿出來就會牽涉到第二個問題 顏色的問題 有沒有 顏色 所以說如果說 你要用第二個或第四個 你就要來選一下顏色 但是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免費的 就是那個方案 所以他只能用下面這八個顏色 他沒有辦法客製化顏色 這樣了解 如果我點這個 他告訴你要付錢而已 這樣有了解了 所以 我們就用下面的 所以如果你要哪一個顏色 你點了 按OK 這樣子你加出來的 有沒有就一個 對不對 那有沒有規定說一定要加那麼大的 沒有 你不要忘記左手邊有沒有這個 所以如果你要加小一點的 我就要小一點的 點一下 那有時候你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會看到這樣的訊息 他說 你看我現在把這顆放下去之後 他的大小就會比你原本剛剛的那個 工作範圍還要大 所以他在這裡告訴你說 請問 要不要幫你把這個工作區變大一點 變大一點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在這邊你就按確定就好了 你按下去之後看起來 這裡好像變小 有沒有 可是其實不是變小 因為這裡不一樣 你看 你看我先還原一下 我們剛剛 是不是64 有沒有發現 因為他給你的是64 迷你的 那現在呢 當你變大了之後 有沒有發現 齒龜變128 比剛剛是不是大一倍 等於說你有比較大的空間 所以事實上你的 模型並沒有變小 只是縮比較小而已 在比較大的空間縮的比較小 這樣了解了 好所以這個是你可能 待會在操作的時候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這樣會撩不 這樣 願意認真敲了嗎 有沒有覺得 這個不小心怎麼樣都會 你要不要自己先敲看看 對啊 來這邊就是要玩玩看啊 就是動手做的啊 嘿